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自己不是单身 总之呢 在这段时间已经有一些秘密会在两人之间发酵 二月份的时候呢 运势不太明朗 单身的水瓶座呢 会有一见钟情的情况 水瓶座的恋爱运势呢 是会倾向在暗恋或者说复杂的地下关系当中去 恋爱中的水瓶座呢 容易因为呢 价值观念呢 而有所抬杠 已婚的水瓶座呢 也可能会因为自己呢 过于霸道和自我呢 而有一些争执的情况发生 三月份到四月份呢 精火呢 在你的命运功能散发魅力 让你呢 是很容易一见钟情的 桃花运势呢 也比较强 但是呢 要需要稳住呢 自己的心绪 因为这时候呢 你呢 很容易被新鲜感迷惑 但这种激情呢 是不是能长久呢 是一个问题 四月份的时候呢 部分水瓶座呢 可能会遇到让你有安全感 并且呢 条件合适的对象 恋爱中的水瓶座呢 则可能呢 会在见到家长的时候 会遇到意外的情况 或者说呢 计划被打乱 五月份的时候呢 金木呢 会来到水瓶座的人进正望宫里面 水瓶呢 在恋爱宫当中呢 水瓶座的桃花运势呢 可以说是非常在线的 可以通过呢 朋友聚会或者是朋友介绍认识新的对象 所以单身的小伙伴们呢 记得可以多参加聚会活动 彰显自己的魅力哦 恋爱中的水瓶座呢 还会有一些家庭问题呢 需要你去解决 所以压力有点大 六月份的时候呢 日水呢 在恋爱宫内呢 今天呢 合相在家庭宫内 水瓶座呢 可能会有家人介绍相亲的情况啊 也会有短暂的激情 容易呢 一见钟情 又因为呢 今天行客土星 所以呢 家人介绍的对象呢 并不稳定 六月中旬呢 恋爱中的水瓶座呢 并不适合带对方回家见父母哦 而当火木呢 在人际交往宫受课的时候呢 已婚的水瓶座呢 是容易爆发这个严重的争吵 而且会有一些头疼的亲子关系呢 需要你去处理 七月份的时候呢 水瓶座呢 会在职场当中呢 让你遇到非常心动的对象 不过呢 容易在恋爱当中遭遇到欺骗 特别是恋爱中的水瓶座呢 是特别容易有矛盾现象的 已婚的水瓶座呢 则可能呢 会有家庭中的意外状况呢 需要你去处理 又或者是呢 家庭中的日常琐事呢 非常的复杂 到了八月份的时候呢 日经呢 在婚姻宫当中受课 那么已婚的水瓶座呢 很容易呢 因为家庭中的意外状况呢 争吵 有关系突然破裂的危机 有可能呢 是发现了一些秘密 恋爱中的水瓶座呢 会比较重视呢 跟恋人的这个亲密的两性关系 注重精神的交流 单身的水瓶座呢 可能会有暗恋的情况 九月份火星来到恋爱宫 给水瓶座呢 带来了魅力和独特的吸引力 单身的水瓶座呢 依然会有暗恋的情况 部分的水瓶座呢 会陷入到地下恋情当中去 恋爱中的水瓶座呢 可能会遇到异地恋的情况 不过呢 也有人呢 会跟恋人的确立未来发展的目标 也可能呢 会来一场旅行的增加浪漫 已婚的水瓶座呢 会注重到两个人的精神恋条的恋结啊 10月份的时候呢 水瓶座呢 容易呢 有异地恋的情况发生 或者说呢 在旅行途中呢 遇到这个心仪的对象 部分的水瓶座呢 则可能呢 在公司当中呢 遇到这个合演员的人啊 那么在12月份的时候呢 星星在水瓶的这个玄秘功 再加上火星呢 还在三发魅力 所以说这个地下恋情啊 或者说旧情复合啊 或者说现在在这个冷淡期 暧昧期啊 这样的一个阶段 都是很可能会出现的啊 再加上水瓶座这个本身的性格 其实你是需要一些人帮助 但是你一般不太容易去开口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是特别需要我的帮助了 好 总的来说呢 水瓶座的2022年的桃花运势呢 是蛮强的哦 但是呢 是特别容易出现这样子意外的恋情的 所以说需要你们呢 有很好的这个处理这些问题的这种手段 已婚的水瓶座呢 可能在家庭方面呢 也会有比较大的事情发生 好 以上呢 就是水瓶座呢 在2022年的爱情运势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不错的话呢 不要忘记分享给更多人 我们的新作开运礼盒呢 已经呢 上线了 我们的定价呢 是199元 那现在呢 我们为大家推出这个抽奖转发的活动啊 请大家呢 踊跃在底下留言 只要呢 你留的言呢 是得到最多的点赞的哦 我们呢 就将呢 送出我们礼盒当中的台力哦 好 感谢你们的收看和支持 我是静电鱼 关注静电鱼 你会更好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